红色的是啥 电影里面的明昏 你见过吗 这是在广西大山深处 发现的一个神秘牙洞 用无人机航拍发现 洞分为两层 洞中放着一些神秘的罐子 不知道装着什么 带着好奇 我决定驾车一探究竟 当我进入洞中 却发现了奇怪的一幕 一个罐子上还有一个金色的喜致 显得十分耀眼 你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吗 难道是传说中的明昏 这个地方好多鬼陈草 广西这段时间还特别的热 不好走 这里应该是有路的 这下面是一个水塔吧 这下面是水 不能走 我们只有从旁边过去 这个地方明显就是 没有多少人来过 看一下 好多鬼陈草的种子 粘到了这个衣服上 这边上它是有竹子的 流魂这个地方以前有人居住 一般在古代 就在房边 房子的旁边就特别喜欢种这些竹子 因为竹子的用处特别的广泛 这里下雨天应该是像沼泽一样 这个上面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很奇怪 这里它是一个 实际对建的一个瓶层 上方走得有树 这边的话还并没有这么一个风银 这边的话还并没有这么一个风银 这边也是一个十分美金的平台 看一下这里也有一个 它这个感觉像是木啊 但是特别的小 这应该是木 好小 就是这个悬崖下面 看一下这边 这个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这里像是一个房子 在近几年 还有人在这里面放东西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木吗 这个是一个墓碑吗 但是上面并没有文字啊 但是这个地方封起来了 很奇怪 看一下这边 哇 这真是木啊 就是放在罐子里面 这个好小 上面还插了很多的这个香菇 这个有没有什么讲究 不得而知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石梯 这个应该也是一个木 这种很少见的 在这个洞穴里面修建的木 然后旁边这里是种的一种草 这种一种草很少见 我们从这里爬上去看一下 上面应该还有 因为我航拍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木箱子 上来后这里是一个洞 好热 然后还可以往上走 真的往上延伸 从这个地方过去了 哦 我看到的那个并不是一个 它是一个三块砖放在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我看到像木盒子的这个东西 它不是的 是三块砖 然后在这个洞穴的里面呢 有一个钢子 看一下 是一个红色的钢子 然后底上还有很多这个香 插得很乱 然后那个盖子这个红布上来 有一个红色的喜字 这个有知道这个里面是放的什么东西吗 感觉很诡异啊 错了错了错了 看一下其他地方 这里也是一个罐子 是在这个地方的 这个罐子明显就是很久了 上面它是有一个字的 是一个符字 然后刚才那个罐子 上面是有一个喜字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道这里面是放的什么 有知道的网友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在地上啊 还有这个鸡的毛 然后旁边有那种血红色的 有可能是鸡血 错 地方探索完毕了 给我的感觉啊 有可能是一个 陆地啊 有可能是我的猜测 但也不确定 因为它这个罐子上面呢 有这个红色的喜字 这个很奇怪 一般陆地的话都是白色的那种 但是它那个地方又有这种白色的鸣 所以不知道是做什么 很诡异 错了错了 好这期视频呢就拍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